潛力股,可以看看這隻,這隻所謂潛力股,雖然要等它回一回才好考慮 因為整個市場仍在回,大防發電,電力股,這陣子中央都比較關注電力股的措施 令電力股的成本,發電成本受到控制,不會對盈利太大影響 上週曾經在電力股上,但現在衝完之後就回軟了,正在整固 所以估計可能會進一步整固,如果去到重要支持位,其實都可以想一想 因為看到這個股份,一方面你會看到,試過幾次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五次,看頂部都不穿下來 但最近是曾經穿過去的,換言之有少許轉強跡象 這個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你看到它的低位向上移 一直向上移,可以畫一條上升軌 換言之,短線來說,初步形成了一個上升趨勢 而且從另一角度畫下來,已經突破了下降軌 一條,兩條下降軌 多條就是線型走勢,所以走勢上是轉的就很強 所以趁它這轉,今天因為回軟跌了兩仙,1.5% 在細節,有機會再回軟,迫近前浪頂的支持 以致,這條上升軌的支持 到時就可以考慮操作,駁它 這裡有承接,再次向上走 因為現在你可以畫一個上升通道 因為這裡其實是一個上升通道 畫一條上升通道 現在已經穿了,還是下降軌 總的來說,考驗低位支持之後 再次向上走,再畫一次,清楚一點 考驗這條上升位支持之後 有承接,再次向上走 到時可以挑戰這些高位 對,先是這個 起碼試一試 前浪底阻力 一個三毛半 其實這兩天可以試一試 就會回軟下來了 如果考驗這條上升軌支持再上 那就先試這個 如果做得好些 直到可以有機會 嘗試這個高一點的水平 就去到15多了 所以都有些直播率 只要把指示位 就放回上升軌 穿了,或者這條 或者前浪底的支持 一個一毛半 就可以了 可以這樣試 可以試一下操作這個股份